这箱行车突然从左边车道窜了出来 一路失控插撞左边墙壁在高速直直往右冲 撞上墙壁后瞬间扬起沙尘笼罩整条隧道 冲撞力道实在太大 不只墙壁明显有插撞痕迹 车身凹陷就连后车灯都喷了出来 警消道场紧急摆出三角锥 被缩导交通 救护车与拖掉车也来了 先紧急将驾驶送一治疗 再将肇事车辆脱离现场 事发在南回公路的草浦森永隧道 十五号下午一名四十岁的蔡姓男子 往台东方向行驶时 一次精神不济时空自撞护栏 不只扬起尘土影响行车视线 也封闭北向一个车道近两个小时 事发在平日车流量较少 没有造成大塞车 要是在假日恐怕要让变明的药道 瞬间变成塞车地狱 长达四点六公里的草浦森永隧道 是通往屏东与台东的交通要道 原本开车沿着台九县的南回公路 得花上半小时 隧道开通后足足省了二十分钟 让当地交通更加方便 TVBS新闻叶峰达 如品号屏东报导